女孩刚喝下一口水 却突然意识到什么 立马又吐回去一大半 原来这是她仅剩的水资源 自从发生车祸后 她已经被困这里两天了 这时女孩听到周围传来动静 于是拿出镜子查看 突然一张人脸突然出现在面前 正是之前导致她车祸的男人 然而男人并不是来救她的 而是特意前来戏耍她 男人知道女孩已经几天没有进食 便故意坐在她面前吃东西 更可恶的是 男人用食物欺骗女孩讲故事 可女孩讲完后 对方竟然大声嘲笑 崩溃了 夜里她实在冷得受不了 于是用火机点着一堆篝火 把能烧的东西全烧了 以及那块为结婚准备的头杀 不久后 女孩昏睡过去 然而就在半夜 一只杰瑞爬到女孩身上 她惊恐地拿起车钥匙给杰瑞做核酸 冷静下来后 女孩用小刀给杰瑞检查身体 接着将杰瑞多余的肉串在一起 然后放在火上烧烤 这样一顿简单的BBQ大餐就完成了 虽然难以下咽 但足以让她多坚持一些时间 很快女孩再次睡去 醒来时 听见旁边传来手机的震动声 女孩循着声音 找到埋在土里的手机 原来是未婚夫打来的 她赶紧回不过去 可此时男人再次出现 女孩连忙将其挂断 随后强装淡定和男人聊天 结果未婚夫再次打来电话 情急之中女人用刀狠狠刺向对方 然而手机还是被抢走 这下她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尽管如此男人还没玩够 她享受着折磨女孩的快感 之后男人留下一把锯子 女孩刚准备锯掉卡在腿上的铁皮 却发现锯子是烂的 很快又到了晚上 女孩实在渴得受不了 只能接自己的尿液 然而没过多久 天上竟开始下起暴雨 女孩急忙拿出塑料袋接水 这时山坡上停下一辆车 女孩赶紧呼喊 但很快她就意识到是男人回来了 于是她假装睡着 趁着对方放松警惕时 再次用小刀偷袭 不仅成功伤到对方 还抢走了男人的钥匙 接着女孩按响车子的警报器 用力将钥匙丢在荒野中 男人恼羞成怒想要教训女孩 不料此时一辆警车路过 男人赶紧回到马路上 割断警报器的电线 然而警察还是停下车询问情况 由于没有车钥匙 男人迟迟打不开车门 为了骗警察 他说钥匙被锁在车里 随后便请求警察 带他去山下的家中拿钥匙 同时把小刀藏在身上 很快大雨变成了暴雨 雨水逐渐漫过女孩的身躯